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书也可以自己印 有两个年轻的研究生 就用不到十万块钱台币创业 专门印制很少量 可是很有个人风格的插画还有作品 而且有人真的来这里出书当作家哦 因为Zoe她本身是Michael Jackson的粉丝这样 所以她这本书其实 她就是画一个主题这样 她这个主题就是 她去超度Michael Jackson 他的好处就是能够凸显插画家的一个笔触 这本手掌大小的小书只限量印刷出版50本 插画家周一想议员出版梦 而还是研究生的小四和女友PiPi帮她完成了 在我们的所接触的人 所接触的环境里面 创作这件事情一直都在 还是学生的他们 以不到新台币十万元的成本 买下机器和颜料开始创业 这台机器的机器它一次就只能放一个 那所以我们每次印完一色以后 我们就会再做换色的动作 这个大小不超过二十平的工作室 吸引许多平面设计师以及插画家 来印制自己的作品 像是传单 明信片 或者是自己贴马行空的想象 她会接受人家口述或者是用文字转述 将自己的梦 email给这个艺术家 然后这个艺术家 因为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经历 他会用他的人生经历去转换你的梦 然后将它画出来 那其实画出来 又透过我们这个Risogram去印制 然后选颜色啊 或者是根据纸材不一样 让它的质感又有另外一层转换这样 现代的数位印刷虽然色彩饱和富有光泽 可是喷墨的印刷 颜色一层一层叠上去 不那么精确 稍微偏差也是意外的惊喜 通常他们都是差大概0.2以内这样 拿起两尺细心微调 尝试多种颜色混搭印制的效果 小四全神罐主的投入 因为设计师的某种偏执 他曾经为求完美而一张一张的送纸印刷 曾经最夸张的是 我为了要让它可以品质都好 我每一张就是一张一张送 因为像刚刚看到它可以快速的去印制 可是快速的印制有时候 比较细节的地方它容易偏掉 那我就会变成说我就一张一张手送 对那我它要印一百份 我就是送一百份 小四PP不只是单纯提供印刷服务 而是和作者鸡蛋火花成为共同的创作者